今天大有来头来看我身后 我刚订的一台车 柳气成龙防车重卡 还有一台 柳气成龙旗舰车型H7 3.0 那我就不做对比了 因为这两辆车没有什么可比性 一辆是长头 一辆是平头 不过既然大家想看的话 那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辆成龙H7的配置到底如何 H7的外观看起来还是很霸气 熏黑大灯 LED光源 听说还可以定制拉花 不过对于我这种房车重卡的车主来说 还是差了一点美式味 当然 新款的成龙H7前脸 整体更换了银色镀刻条 并且车标也由金色换成了银色 还会发光 这谁能受得了啊 我那台成龙房车重卡上 有没有发光的车标啊 到底是旗舰车型 这款H7搭载了康明斯Z14发动机 最大功率600马力 最大扭矩2750牛米 变速箱匹配的是 伊顿的12档AMT 后桥搭载小速比的汉德后桥 当然 夜力缓速器 也是有的配置相当的高 跟我那款房车重卡的配置 差不多 并且三大件 超过10万公里 环游周期 当然 它整车基本上都是 航迈的大排龄部件 维修保养方面的成本 也比较低 确实不错 介绍的我自己啊 都心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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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